余雷作品 我是余雷 我们继续来共同学习大佛顶首愣眼睛 再说五音虚妄 先看原文 阿难即从做起闻佛世慧 鼎礼亲奉一池无师 于大众中重复白佛 如佛所言 五音像中五种虚妄为本相心 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威胁开示 又此五音为病消除为次第进 如是五重亦和为界 为愿如来发宣大词 为此大众清明心目 以为漠视一切众生做将来眼 佛告阿难 经真妙明本觉原境 非留死生即诸尘垢乃至虚空 皆因妄想之所生起 思缘本觉妙明真经 妄已发生诸气世间 如眼若多迷头任影 妄缘无音 于妄想中立因缘性 迷因缘者称为自然 必须空性由时换生 因缘自然 皆是众生妄心嫉妒 阿难 知妄所起 说妄因缘 若妄缘无 说妄因缘 缘无所有 何况不知推自然者 事故如来与辱发明 五音本音 同是妄想 如体先因父母想生 如心飞翔 则不能来想中传命 如我先言 心想醋味 口中咸生 心想登高 足心酸起 悬崖不有 促悟未来 如体必非 虚妄通伦 口水如何 阴潭促出 事故当之 乳腺色身 名为坚固 第一妄想 即此所说 林高响心 能令乳形 真受酸涩 由因瘦生 能动色体 如今现前 顺意为损 二线屈持 名为虚名第二妄想 有辱念 律始辱色身 身非念 伦辱身何因 随念所使 种种取向 心声行曲 与念相应 无忌 想心 魅为诸梦 则如想念 摇动忘情 名为 融通第三妄想 画里不住 运运密遗 甲掌发声 气消容咒 日夜相待 增无觉悟 阿难 此若非辱 云和体谦 如必是真 辱何无觉 则如诸行 念念不停 名为幽隐 第四妄想 又辱精明 战不遥处 名横长者 于身不出 见闻觉知 若时经真 不容习望 何因如等 增于昔年 赌一奇物 经历年岁 亦望俱无 于后忽然 覆赌前意 记忆婉然 增不遗失 则此经了 战不遥中 念念授勋 有何愁算 阿难当之 此战非真 如极流水 妄如田径 流极不见 非是无流 若非响原 宁寿响习 非如六根 互用何开 此之妄想 无时得灭 故如现在 见闻觉知中 串习己 则战了内 网向虚无 第五颠倒 细微精详 阿难 事物受阴 五妄想成 如今欲知 阴界浅身 唯色与空 是色边际 唯触即离 是受边际 唯济与妄 是想边际 唯灭与生 是行边际 战入何战 归时边际 此五因缘 重叠生起 声音时有 灭从色除 理则顿物 乘物并消 是非顿除 因此递尽 我已施入 劫不今劫 何所不明 再次询问 在上一集中 阿难听完了 佛陀最后叮嘱后 从众人中间 站起身来 向佛表示 自己已经完全 铭记住了 佛今天的一切开示 准确的记忆了 没有丝毫的遗漏和偏差 然后阿难又对佛说 在佛 您刚才所讲述的 五因修行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和魔镜 最关键的 就是错误的 把虚妄建立的五因 当成了自己本来真心 像这样细致 入微 切合实际的开示内容 我们平常都没有听您讲过 实在是太难得了 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这五因是同时消亡的呢 还是色受响行时 逐步剑刺消亡的呢 这五因之间的分割化界 到底怎么化界呢 请佛再发发慈悲心 为我们仔细讲解一下 帮我打消心中疑问 也可以为未来是一切众生 提前做好知识上的指点准备 作为他们的简则眼目 佛陀回答说 阿难 众生本来究竟光明 绝了清净的真心 并没有任何生死 没有任何尘牢 没有任何污垢 就连所谓的虚空都不存在 所有种种都是在 妄想的基础上产生的 也就是说 本来原始绝了 光明真实的真心 虚妄地幻现出了种种物质世界的表现 就像那个眼若达多 忘记了自己的头面部 而执着了镜子中的面容一样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 这种妄想的产生 并没有什么最初的根源 但我们却在这个毫无根源的妄想之中 建立了所谓的因缘关系 发现了所谓的因缘规律 那些并不明白因缘规律的人 就把这种种虚妄的表现 当成了自然出现的 自然而然的事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就连那个好像亘古长存的虚空 好像非常真实存在的虚空宇宙 本质也是虚妄幻现的 所以说 所谓的因缘 所谓的自然 都是众生虚妄想出来的而已 不是真实的存在 不是客观的本质 阿难 当你知道了这些虚妄的本质和来源 你就明白我所说的所谓因缘 不过也还是一个虚妄假例的名相 因缘法并不是究竟的真理 而且当你知道所谓的虚妄幻象 本质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话 那你就明白了 虚妄的因缘其实也是虚妄的 是不真实的 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那些连因缘都不明白那些人 把各种情况归为自然就更加不正确了 所以 我给你们讲述的五印的本质 其实都是虚妄的 阿难 你的色身之所以会产生 首先是因为你父母有所想才会产生 但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相应的想产生 也就不会发生你的色身了 你的色身是来自于父母的想 加上你自己的想 也就是来自于你们之间的妄念 这个道理就好像我先前给你们讲过的那样 你心里想着醋 口中自然就产生更多口水 心里想着登高 脚下就感觉到酸软 可是其实你既没有登上悬崖 也没有尝到醋味 可是却有了口水和脚下酸软的感觉 同样道理 你的色身也不是真实存在 都是虚妄的感觉 要不然怎么会光谈论一下醋 就有口水出现的呢 所以阿难 你要清楚的知道 你的这个色身 就是你第一个妄想 坚固想 也就是色 而那个想象着自己登高 就能够让自己身体真实的 感受到酸软的情况 恰恰说明了 众生的身体一旦在妄想之下出生了 自然就会在念想的作用下 发生种种的动作和感受 众生就会为了这个色身的好与坏 的种种利益或伤害 而做出种种行为动作 而这就是你第二个妄想 虚冥想 也就是瘦 通过你自己的各种念头和想法 能让你的色身产生各种行为和动作 可是你的身体不是念头本身呢 那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在念头的作用下产生动作行为呢 其实这就是众生的生命本质 心中一有所想就表现在形体之上 形体上的所有动作都是和心中的念头相应的 当你醒着 这就是你的念想之心 当你睡着了 这就是你的梦寐之念 通过你的各种念想 你的虚妄表现就更加明显和坚固 还会不断的发展下去 这就是你第三个妄想 融通想 也就是想 按照这种方式不断潜移默化的发展 指甲生长 头发生长 气力慢慢衰退 容颜慢慢老皱 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变化进展 自己却察觉不到 阿难 如果这个并不是你自己 为什么不断发生变化呢 如果你说这就是真正的你 为什么你根本察觉不到呢 那么你这个千流不息的 念念不停的表现 就是你第四个妄想 幽影响 也就是行 你的真经本心 从来没有任何动摇变化 这种状态可以假名为恒常 表现在身体上面 根本离不了见闻觉知 如果你的真经本心 根本容不下丝毫习气虚妄的话 那么假如说 你们在很多年前 见过一件稀罕的宝物 在经过很多年之后 也谈不上既得 也谈不上旺季了 但是呢 一旦你重新看到了那个宝物 你马上就想起来了 原来以前见过 原来你一直记着这个事 从来没忘记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个所谓的真经绝了成名的 不动不摇的恒常当中 念念不断 熏染不断 到底什么意思呢 阿娜你要明白 我所说的成名 是一种约法而已 它不是真正的真实 就像流动非常快的水流 远远望过去也是一片田径 可是呢 当你看不到水在流 并不能说明水没有流 同样道理 如果这个身体并不来自于想 怎么会表现出想的习气呢 如果不通过你自己的六根 以及相互之间的开合作用 你的种种妄想 就根本不会有被时间消亡掉 所以在你目前的见闻觉之中 隐藏着无始以来的串息 而这些串息呢 你感觉不到 它表现得像虚无 这是你的第五种妄想 精微想 也就是你的实 阿娜 这样你就明白了 你的五音 其实都来自于你的五种妄想 阿娜 你现在想完全明了音源的深浅 你可以这样理解 色和空属于色的边际 处和离属于兽的边际 记与忘属于想的边际 灭与生属于形的边际 站入和合站属于实的边际 这五音的根本重重叠叠相互作用 相互刺激 所谓的生因为实而出现 所谓的灭要从色上消除 在见地理论上面 可以突然之间顿悟 然后就着开悟了的见地 一下灭除各种妄想执着 而在具体形式方面 是不可能一下消除的 是要次地进行的 其实之前我已经给你讲过了呀 明明白白的 用打了五个结的丝巾 展示给你了呀 你怎么现在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